好 回到蓝薰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二 我们经济学人杂志的单元 赵丽的邀请到我的老朋友 也是好朋友 早安 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 沈云聪 哈喽 云聪早安 大家早安 好 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故事 这个封面一定要先介绍一下 因为刚才云聪秀给我看 太神奇了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这样的 我所谓的新媒体 一定要善于运用 所谓的新那里在哪里 它的创新在哪里 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 现在网络上面 它是会动的 就像哈利波特的 里面的那个照片会动 然后他这一期 因为在讲到的是 川普所发动的关税战 那所以呢 他就把川普的头 画成像一个飞弹一样 像一个鱼雷 他这一段就是影片 就是一个以川普之头 在空中快速穿梭的 一个飞弹的画面就是了 很有速度感 然后呢 你也看到那个川普的头发 还像迎风飘扬 还蛮好玩的 那这一期呢 封面故事讲的当然是 webens 就是武器 of mass disruption 他在讲到的就是说 川普以这个关税 作为他的整个发动 对中的这样的 贸易战的武器 但事实上造成的呢 却很可能是毁灭 是谁的毁灭呢 是中美关系的毁灭吗 是中国经济的毁灭吗 是后座力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吗 还是对全球的经济 都造成一个毁灭性的灾难 我想这个话题其实是还蛮受到关注的 只是我说这个封面其实会动还蛮酷的 第一个我们先稍微讲一下 他那个封面 最近在几期 对啊真的是 动一动吗 他都在网路上 对做一个动画 就是你在封面上看到也许是一张人 一个人头 但他在网路上 他是有个动画 那个人头会移动的 他也许在封面上是一艘军舰 一艘船 对 但是他在他的网路上 显示是那个时候 你只会动的 所以就是你讲的 我们既然到了新媒体的时代 理论上要善用新媒体的特色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很多的传统媒体 他其实只是原封不动把纸上的内容 就直接搬到网路上去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人家觉得 那我为什么还要多花一笔钱 就会觉得你就不是很那么符合 对啊 新数位时代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媒体 这个新的概念 就是到底哪些是新的 哪些是要维持旧的 就是哪些变与不变 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对于有些旧的媒体来说 他说我的内容很重要啊 所以他就抱残首缺 就直译说他这个东西是好的 是不变的 但是我觉得哪些部分 是真的你认为的好的 哪些部分其实你必须要去 引头赶上整个时代的 内容当然是重要 但像他这个旧 我觉得就很酷 他当然不是真正的内容 就回到真正的内容 他还是得真相实弹的来 但是第一个 你至少必须likeable 必须讨人喜爱 对对对 这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 你要吸引人吧 是 然后才在内容上去 跟人家拼个高下 因为我觉得有些旧的 所谓传统的主流媒体 因为要因应新 所以你就觉得 好像要轻薄短小才叫做新 一定要变得很花俏才叫做新 然后呢 本来有的优势的content 通通都丢掉了 然后走那种很 很这个 划纵取从的路线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的可惜 就是你可能没有 真的抓到精髓 那反过来说 真正就是你 你好的丢掉了 但是你 你真正新的部分 你可能也没有 抓到科技 或是说这样的一个网络世代 真正的关键 对不对 所以像经济学人这样 他算周报 你可能他不是日报 他每一个礼拜 把当周的中华新闻整理 篇幅都买长了给你看 那so far呢 我认为他是所有的周报刊物里头 纸本跟数位策略 区分的最成功的一家 就是因为去他的网站上看 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到 很多免费的 最新的消息跟内容 但是你其实就没有办法免费看到 全部的当期的杂志 你这样是 事实上我们现在也越来越长 包括像我们做这个单元 做这么久了 但是你会发现说 台湾其实对于经济学人杂志的 选摘 对对也越来越多 那我们不敢讲说是因为我们了 但是就是说选摘越来越多 而且他们也越来越长 在他们的网站上面 释放出属于新消息当中的 一些很快的分析跟评论 那我想这问题是符合 网络世界的需要的嘛 对不对 没错 我们那回来这一期 以前美国人不是说 人家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所以我们要去毁灭别人 对 以此作为毁灭别人的理由 但现在呢 经济学人说 用现在挥舞的这个大规模 毁灭武器的是美国自己 对不过其实你仔细看 他那个英文不是毁灭 他不是毁灭吗 不是destruction 对耶 他故意的 OK 就是 基本上破坏了现状 改变了现状 OK 那这一期封面故事 其实讲的是川普上来以后 目前为止的所作所为 不只是对中国 包括对墨西哥等等 基本上已经在把经济 工具当作他的 大规模毁灭武器 大规模型武器 所以把它当成是 他的新经济武器 经济学人这一篇的评论认为 他当然具备这样的power 但这样的玩法是危险 而且得不偿失的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看起来川普 把经济工具当武器之后 他几乎不受我们过去所熟悉的 国际法规的或者通则的规范 也不受同盟的规范 也像我们要说我们自己是同盟 有些事情我是不能对你做的 他现在不管三七二十一 想放话就放话 包括中国啦 墨西哥啦 印度等等 那经济学人说 他自己也许很得意 说法 感觉他把中国压着打 但是经济学人说 第一个 他可能会引来危机的 第二个 他可能会毁了 美国最重要的资产 也就是 他在国际上的合理性 就他这个强权霸权的合理性 对啊 要知道美国的角色之所以重要 他之所以可以扮演 包括国际仲裁啦 调停人等等的角色 不只是因为他 他的军事很强 OK 并不是因为他很有钱 他掌握了国际货币基金 而已 OK 而是呢 你会发现 美国基本上 是我们现在所相信的 所运作的很好的 OK 不完全很好 的全球化 的重要的 开始的源头 OK 我们今天第一个 可以享受全球企业 所带来的商品 OK 我们可以 共享来自全世界 重要的idea OK 我们可以产生 各种的 从食品到商品的 规范标准 我们的金融 资金 可以全球性的流动 我们的科技 可以全球性的 使用 跟大家都一起受贿 等等 其实都因为有美国 带头往前 然后全世界跟着追随 才可以达到今天 的这样的 我认为是成就 是啊 过去 对啊 这次过去 我就说这次过去 几十年来的主旋律 但是 我觉得现在美国 美国其实没有 就不是也不是说 完全都这样子过 他也曾经是属于那种 主张单极主义 然后相当锁国的 那就是在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他为什么后来 美国社会独强 是因为在整个的 一二次世界大战 都爆发在欧陆的时候 他摧毁了整个欧陆 一开始其实美国 有点点像是 至少门前雪 那只是说后来 就是他最终 终究 就是参战 在很后面才参战 因为他自己被打了 太平洋战争 然后他不断参战 后来到最后的战获 提出了哪些计划 所以你才会看到 现在我们所认识到的美国 似乎在世界舞台上 非常的活跃 但他也曾经有过 非常的闭锁的时候 现在不少人 或者我自己觉得 他某个程度 有点点回到 那样子的一个独强 或闭锁的 那么一个思维跟年代 这个其实状况 是蛮糟糕的 是他现在当然 还没有具体的走到那一步 他的确让人家感受到 有这种倾向 对不对 但你看我们刚刚讲了 我们生活周遭 其实跟美国品牌 跟美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你看你用的 Facebook也好 你用的IG也好 你吃的麦当劳 你喝的可口可乐 你用的保养品 对不对 清洁用品 你用的信用卡 上面写的Visa 写的Mastercard 现在很多人喜欢看Netflix 等等 这其实都是外国的东西 你以前可以想象 今天如果突然美国跟你说 你台湾最好答应我的条件 否则 以上你都不能用 还包括电影 怎么办 所以其实 所有的国家都一样 他也并不是不知道 这件事情 美国独强 几乎独强 但为什么愿意接受 第一个他真的好用 第二个我们也可以在一边用 在过程中一边的学习 更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相信 以美国这样的国家 他会公平的对待大家 他不至于愚蠢到去杀鸡取软 OK 因为我说他是被大家所相信的强权 你说他是有点在主持公道 或者说他并不是那么的 单独的以美国利益为先 或者至少在美国利益为先的同时 他照顾到其他国家的利益 但我觉得现在川普正在破坏这一些 没错 但他的理由是说 你看我们的经济果实都被中国偷走了 OK 所以造成美国的GDP在全球的占比 从1969年的38% 现在降到只有24% 这是没错 但是不要忘了 美国到现在还是全球最重要的地位 最重要的最大经济体 还是最重要的国家 而且美国的经济专家都说 那问题我们也享受来 至于中国大陆非常廉价的这些商品 因为美国的这些中产阶级 跟更下 就是更可能低下的阶层 他们的生活用品 怎么样子的可以享受这些 相对来说比较低廉的状况 所以金玄认为说 川普现在这样的做 会让美国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 首先第一个 他原本可以跟全球 中文的国家来联手 逼迫中国好好的改革他的经济 现在这下子 你觉得欧洲还会跟美国联手吗 你觉得日本还会跟美国轻易的联手吗 OK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 你现在就像想跟美国联手 恐怕也要等川普下台以后 方都你现在跟他谈 你随时要担心 他明天在推特又耍你一把 OK 最近对墨西哥这个5%的关税 就是很典型啊 他对别的国家也就算 但是不要忘了 墨西哥 他们才刚刚谈完一个 北美三个国家之间贸易协定 关税多少都讲好 你怎么会突然在推特突然想说 啊这个移民你们这样偷渡 竟然我不喜欢 所以我就跟你说 要加关税 用这个手段来处理你 这是在国际上很说不过去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要先休息 再回到现场继续聊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来聊 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对美国他现在展开的关税战 这个部分会受到关注的是 因为他已经不只是对于中国大陆 还对于墨西哥 对于印度 那对于墨西哥是 从6月10号开始 加5% 逐个月加5% 一路加到25% 那对于印度 是突然之间 所有对他的关税当中的优惠关税 通通都取消 好 那所以这部分就讲到 刚才云聪特别提到 对啊墨西哥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北美贸易协定才刚取消 没多久 那是川普一上台就说要取消 终于后来取消了 然后呢又重新谈 所以也好不容易取消了 然后又重新谈 谈了以后又好不容易才谈定 现在突然间又取消了 片面取消 针对墨西哥 所以真的是有点 抓不到他的头绪 这还是一个 再来第二个 以偷渡跟贸易 有什么关系 所以偷渡的问题 应该偷渡解决 那你也觉得有关系 我拿这个来威胁你啊 对啊 所以换言之 川普现在知道 要知道 美国过去好不容易 才打下全球化 建立这样的一个 彼此互相联系 互相某种程度的 依赖的网络 那川普当然也知道 这些国家 非要仰赖美国 但是他忘了 美国也仰赖别的国家 是啊 这是重点 所以他现在倒过来 把人家对他的仰赖 来当做武器 当做威胁对方的 重要的工具 军权说 长期而言 其实是会让美国 整个网络 受到很大的威胁的 你看现在啊 例如他要打华为嘛 但是现在美国 全球35个 在欧洲亚洲的 军事合作伙伴 但只有三个 进华为 跟着进华为 其他都没有 没有人在甩他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经过川普这样一搞 会让大家 更想尽快的摆脱 对美国的依赖 尽快的另外去打造 一个全球化的新架构 免得有一天 再度陷入 被美国威胁的境地 我觉得这是一个 最好玩的讨论 就是说到底是不是这样 因为你看一看一看到 确实不管在欧洲 不管是在亚洲 美国都现在 试图的警告也好 劝说也好 他的盟友 能够跟他站在一起 共同抵制华为 共同去面对中国的威胁 但是看到各个国家 好像也开始担心 或者开始自己打盘算 觉得你顾你自己 那我也要顾我自己 但我只是好奇在于说 大家可以挺得到最后吗 譬如说 像英国德国 他们都面对华为 有自己的态度 然后在亚洲 日本 南韩 台湾 都受到这个程度 某种程度我们也开始 感受到这么强烈的压力 那台湾的话 新闻一直跟着美国走 所以我们这方面 是蛮亦步亦趋的 所以华为本来也就没有 进到我们的政府采购 那未来可能这段时间 你在讨论会不会更加的 那只是说 那OK 台湾不管 先不管台湾 就在其他的地方 他们有能力走出属于一个 没有美国的 全球贸易架构吗 现在当然 对很多国家来说 是不可能的 可是没有办法 你就是得自己 一步一步的打造 例如欧洲 欧洲现在就要打造一个 属于自己的 payment system 就是自己的支付系统 我能想看 如果我们的支付系统 同样的 今天是美国所牵制 要美国所掌控 他突然真的来给你搞一个 以后你不答应我 全部关起来 你马上你的整个金融流动 支付 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马上如果川普跟你说 从前开始 visa 禁止在台湾活动 Masker禁止在台湾使用 OK 你觉得我们台湾会不会大乱 某种程度嘛 所以这个其实是经济人觉得 这一次 因为关税 经济工具作为制裁的手段 并不是不能用的 只是过去相对来说 美国是很自治的 他只有在特定的目标 要执行的时候 尤其例如战争 反恐的时候 他才会使用 这样的经济的手段 当作一个宠罚性的手段 是 否则不会像今天这样 轻易就以国家紧急状态之名 然后来行打击对手 然后想办法把 看起来可能会威胁到 自己未来经济地位的国家 给硬是要把它打爬 的这种状况 所以 这种状况 今天选说 已经制造了 美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 不稳定气氛 就是说长期而言 其实对美国是很不利的 对啊 所以呢 如果说 在美国之外的 其他的西方国家 或者说过去比较被用为是一些 譬如说是资本主义 民主阵营的国家 他可能开始必须要去 苦思自立自强 或者抱团取暖 然后呢去面对 或是去对抗美国的话 这个时候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局面 那当然要有一段时间了 那台湾又要怎么选择 因为其实包括像这个状况 继续恶化下去 很多领域都会碰到 类似的状况 我们接下来要聊这个话题也是 美国最近对他的一些 算是也是友邦吧 就是说 你要进到美国可以 你们的签证 这个要来申请的时候 请你要交出 过去五年来 你在网络上面 这个使用的轨迹 包括你用什么社群媒体 你的账号都要交出来 我要查查看你 你有没有可能呢 这个恐攻 或者跟这些激进组织呢 这个没来延续的记录 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侵犯隐私 所以我要到你美国境内 我要交出我过去 所有在网络上面的 这些我认为是属于 我个人的东西 这什么态度啊 其实这个并不是新的规定 其实早在2016年12月开始 美国他就针对有部分的 要申请签证的人 要求他不只要填 你过去去过的国家 OK 比方说你过去过中东 哇他可能眼睛要真的特别大 他同时也要提出你 social media的账号资料 可是你知道吗 这是正面表列跟负面表列的问题 而且他是点名某些国家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那些国家当然啦 很倒霉 就是所有中东国 比如中东国家 那现在是另外一种 就是你通通都要 就不是正面表列了 而且哦 而且他其实后来有改成 到2017年5月的时候 国务院变成规定 你有申请某些特定签证的人 必须缴交 还不是是你现在有的哦 他要你过去五年哦 过去五年啊 那他现在的做法是把 2017年5月的这个规定 扩大办理 扩大办理 扩大不到所有的人 过去五年 不止你的social media哦 你用过的email账号 你用过的手机账号 手机账号也要吗 是的 都要提供 我没有注意到 太夸张 他可以查到电信通联记录吗 他没有说他要去查 但是他要求你必须提供 你所使用过的手机账号 那如果他没有去查 他要提供干嘛呢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 那我提供了给你 这样的资料之后 请问 第一个 你会如何使用 第二个 你会如何的分享 第三个 你会如何的存放 万一人物不张 万一被捕当的使用 谁负责 泄露出去会怎么样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 很多人现在有怀疑 请问你拿了这么多资料 你要干嘛 你处理得来吗 因为每年申请 线上申请 实际申请的人数 高达1500万人 全球 你美国有多少人来处理 而且不要忘了 很多社群媒体 不是都英文的 有中文的 有西班牙文 有各种不同语言的 那怎么去处理 这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而且如果照这样讲的话 他可能以所谓的 美国的国家安全为名 但万一他真的被害的话 那么多资料 全球进到你美国的里头 曾经有过的人的资料 都在你那里 一点都没错 好可怕 再来 更重要 其实大家其实也很怕被滥用 被滥用 被过度的滥用 其实之前就发生过 经济权自己的英国 7年前只曾经发生过 有一个年轻人 他准备要出发去美国玩了 所以他就在他的 我记得是Instagram 上面就写了一个 我正准备要去Destroy America 我还去践踏美国 他是意思说 我要去吃去喝去shopping去玩 关键字跳出来了吗 Destroy 他还说他要去挖 玛丽联盟路的坟墓 我要看看这位大美女 长得什么样子 这个人也太夸张了 其实就是好玩 真的去美国很兴奋很开心 结果没有想到 他抵达之后 被海关拘留 反复执询了好几个小时之后 被驱逐 不让他入侵 驱逐吗 不让他入侵 所以其实我们事后看 都知道这就是他 年轻人在网路上 就开玩笑嘛 因为他的语言 是一个人没说 所以这是涉及到 言论自由的领域了 就是说你会不会这一来 没有错 你要来 你1500万人 根本不可能每一个都审查 但是要申请签证的人 很可能就会心生恐惧 心生不安 我明明已经跟家人 订好七倍要去玩了 万一我订不到 没有签证 我就去不成 所以就会开始想 以后或者从 我现在开始在脸书上 不能乱讲 在IG上不能乱贴照片 OK就变成有一种 那来不及啦 那来不及啦 对啊 他都差你过去那么久以前 我这例子不好 可以是想说 我可能五年后 要去美国念书 我可能从现在开始 我的所有的social media 都不能讲美国的坏话 我所有的email 所有的手机 所有的讯息 我都避免 有这种会让美国 海关不爽的言论 这不是有人审查是什么 对啊 当然我们要先讲一下 因为他这个部分 如果是属于免签 有这个免签待遇的国家的话 就不在此列了 所以当然台湾 在我们特别还查一下 2012年嘛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成为 跟美国加入他的免签计划 所以我们是不用啦 好那但是 如果说有额外的申请的话 不只是签证的话等等 或者其他国家的话 就有这个问题 好所以我们就讲到说 当美国 他现在的满脑子的想法 都是说自我保护 不管是自我保护 免于攻击 自我保护 在这个经济上面 要得到利益等等 他的说法都听起来 越来越超乎想象的决绝 我们在国际上 在国际关系上 其实很讲究对等 所以经济型最后就说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接下来欧盟 也说我要对等 所以美国人你来 拜托你也要同样提供 你过去五年 使用过的手机资料 过去五年 使用过的疫苗账号 过去五年 使用过的社群账号 媒体的账号 OK 你到所有地方去 都得过这一关 你美国人自己 作何感想 对啊 但是现在最糟 就是因为美国 他仗势的 他自己是最强的国家 他仗势的别人 不敢这样的 对他进行报复 进行对等的要求 所以这就是现在整个 国际秩序大乱的原因 修修回到现场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 经济学人杂志 好 两个话题呢 都跟美国有关之后 来一个话题 比较好玩的话题 是不是也跟美国有关 不知道 电动滑板车产业 如果讲到电动汽车 当然跟美国有关 Tesla可能是最知名的 也最大的 那电动滑板车 不知道 但是为什么会讲到 电动滑板车呢 因为现在在欧洲 跟美国很多的城市 很流行 就像我们现在流行 U-bike 这一类的工程 我认为台湾下一步 很可能也会进来 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我是有看到滑板车 英文叫做e-scooter e-scooter 我想很多朋友 如果出国 应该也有看过 就是电动的 然后它就像U-bike 这样子 像U-bike是什么意思 共乘的 就是你付一个费用 他也拿出来让人家共乘 是是是 你可以用手机 就可以找到他 然后找到附近有 你就可以拿 所以他已经很被当成 一种交通工具了 就是了 刚开始 因为这些年我玩过 我玩过也是一回事 那是当立委的 郑云鹏 他骑了这个e-scooter 到电视台来 然后当做他的交通工具 不过他当做一个玩具 所以我很兴奋的 可以借我玩一下 所以我也上去骑了一下 但那个就比较当做是一个新鲜的玩意儿 还没有到真正是交通工具这样的使用 现在其实蛮多 我们的路上我常常也看到了 只是我们现在就没有在管车室了 就自己买来骑 而不是共产的这一种 那因为最近像瑞典 像西班牙 马德里 其实都开放了 有共产 也不叫开放 他也不关键 但就有共产 今天叫共享 这很难共产 两个一起做上去 对不起 我这个翻译不合适 共享 对共享 因为一个滑板车袋 容不下两个人 对 但是就有人还是硬要骑两个人 有这样子吗 在马德里先前就发生过 就两个小子就共产 这真的是共产 就发生意外 就撞到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后来几天后去世 所以马德里后来很紧张 就暂时取消了所有的这种 这个就禁止他们再上路 瑞典其实也是 瑞典先前 他在5月29号才正式合法的 可以落地 结果没想到隔天 就发生了致命的车祸 车祸 车祸 被车撞 OK 我以为是滑板车撞 滑板车这个叫车祸 意思 是 因为滑板车 电动滑板车有几个 很严重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是他安全性 因为第一个 他很安静 完全没有事情 所以他不会引起 行人的特别的注意 所以根据波特兰交通局的统计 这种电动滑板车 发生车祸的几率 比一般的汽车高出22倍 比摩托车多出44倍 哇 OK 再来第二个很严重的也是 乱停乱放 就像之前有些脚踏车那样 对 因为他实在太轻便了 他随手丢随手放 对 没有错 这些业者都有规定 你不可以随便乱丢 你不可以影响市容 不可以 然后你如果放到 不应该被放的地方 可能还要被罚钱 OK 但其实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去禁止 所以有些城市 他们看多了之后 就会开始觉得很反感 可是他这个电动滑板车 他真的到了 方便到大家去使用他 都可以上手吗 还是说我的意思说 因为像你说单车 这件事情就是单车 你要会骑脚踏车 对 那有没有需要会骑滑板车 有没有这种概念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 第一次玩那个滑板车的时候 他比我想那么快 然后他的操控性 当然那是很久以前了 就是我觉得没有到那么的稳 或者我还没有那么熟悉 所以如果说我不是一个平常 常常玩滑板车的人 那但是因为他突然之间共享了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就去租了一个来骑的话 会不会也很容易发生车祸 不同地方的规定不一样 对 所以第二 有些经济其实有规定 你必须有驾照 不过汽车或者是摩托车驾照 真的啊 才行租 不过有些地方是没有的 而且也有电动滑板 就像假的蛇鸟 基本上你觉得自己有把握骑 你就去租出来骑 他有没有时数的限制 没有他就按照时间来收费 就是你第一次lock on 之后要使用有一笔钱 然后之后每分钟多少钱 这样子来计算 其实都还是很便宜的 但我第一次说 他事实上取口一下也很快 就这样子穿梭于人群之中 是就是我们知道嘛 现在实际上 他要达到的速度是可以蛮快的 但现在很多城市的规定速限 大概是25公里左右 左右 20到25公里左右 不过这个其实 他不都是我们骑脚拉车的速度 不过你如果骑脚拉车 你算个就是25其实蛮快的 对实际上是蛮快的 已经蛮快了 所以现在有人主张说 速限应该低于20公里 对啊 而且他可以骑在哪里 因为是自行车共享了 所以就已经被 被大家直译向台湾 那你到底应该 骑在人行道 还是骑在快车道 对这是个很大很大的争议 因为比方说现在像包括台北 就做了还不错 比较多的脚拉车专用道 现在开始有一些 现在开始 否则的时候 大部分时候都怎样 人行道 对啊 OK 所以业者其实也知道 你骑在人行道会引起 第一个 行人的恐慌 恐慌 然后市民的反感 再加上他真的会造成危险性 对啊 所以你看像 比如说美国这个Lime Lime的背后股东 其实就是Uber跟Google 这几家大的业者 那他们其实有线上教学 就告诉你说 看起来是Scooter 但以前我们这个Scooter 跟现在的概念完全不一样 以前你爸爸 你爷爷骑的Scooter 玩的滑板车是没有引擎的 是没有发电的 然后速度也很慢的 但是现在这个很快的 所以呢 你不能再跟过去的 那个Scooter一样的做想像 例如 例如他就说 很具体的说 不能骑在人行道 因为人行道是给人走的 是慢慢走的 所以他其实整个设计 是应该骑在马路上的 可以骑在马路上 他的要求是你要把它骑 因为它只有轮子 而且是电动的 但是你如果 但是那是人包铁 那比摩托车感觉起来 更像人包铁 是一点都没错 所以就还是 不管是哪一边 其实都还是有它的危险性 尤其现在很多城市 根本在刚开始 不可能有为它 规划它的什么专用道的 所以这就是接下来 看起来业者 必须跟各地方的政府 一起合作的重点 你真的如果想长期 做这门生意的话 你必须让 跟政府讨论说 包括说 第一个 哪些地方可骑 哪些地方不可骑 第二个 速限应该如何 第三 你是不是应该有 某种的警示灯的规定 我们车子 摩托车都有 警示灯的规定 那个 能当那个不需要吗 再来需不需要有驾照 需不需要进入考试 OK 然后需不需要保险 等等 所以以上的这些 其实都是未来 正式让这样的e-scrooter 如果我们觉得方便 也很好用的话 上路之前 要先做好准备的 否则就会 大家不欢而散 就像Uber这样子 OK 好 所以这边讲到 但是一个趋势 我觉得在 节能减碳 然后呢 这样的一个 环保的概念底下 越来越多像这样子的 一些交通工具 它会诞生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 但是因为它都是 算是新的东西 它怎么样子 要被规范 它的一些安全 跟它的一些商机 到底在哪里 我想都是 可以先去预想的 台湾虽然还没有 但是呢 台湾可能可以先想想 否则等到 我们碰到 类似Uber 碰到Airbnb 等等 它冲撞了 既有的这个产业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经常是 非常的手忙脚乱的 休息一下 再回来现场 好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 经济学乱杂志 好 讲完一个呢 比较新型的交通工具之后 电动滑板车 再回过头来讲一个 比较传统的交通工具 非常大骚的 邮轮 这个邮轮要讲的是 好 我们最后剩下一点时间 讲个轻松一点的 邮轮 暑假到了 可能去搭 我们来看看 中国的邮轮市场 过去呢 中国热嘛 中国人变有钱了 所以什么钱都敢花 所以邮轮可以想象 这种 豪华邮轮之旅 对 所以过去几年呢 中国的邮轮市场 的确是年年大幅的成长 从2013到2016年 平均年成长率高达70% 尤其在2016年 它更超越了德国 成为全球第二大的邮轮市场 真的啊 第一当然美国了 美国一半以上 所以超级大爷 他们特别喜欢搭这种邮轮 但是 但是 从去年开始 中国的邮轮市场停滞了 应该说衰退了 2018年衰退了 大概1%到2% 今年2019年 预估会衰退5%到15% 今年这个数字看起来就跌得多了 为什么呢 看起来恐怕跟川普也没有关系 而是根据经济权这篇文章分析呢 跟中国旅客的口味改变有关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呢 大家总觉得中国 阿辉去搭游轮的都是 普豪嘛 爆发湖 所以巴佛都喜欢shopping 都喜欢赌场 所以呢 像挪威啊 其实他们之前为中国市场打造的 就是这样的东西 让你们上来买东西 让你们大吃大喝 让你们赌博 结果他们发现呢 早期的确是如此 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旅客 第一个可能出国的次数多了 多了 经验多了 见过了 然后开始觉得那个东西 实在不太有趣 不想当冤大头了 我听到不少的时候 不想当冤大头了 再来 很多的中国旅客会去搭游轮 也许也住过国外 有过国外的体验 所以搭游轮的目的 不是为了吃喝玩乐 不是为了 炫富 不是为了炫富 就是也许就真的为了relax 真的喜欢去吹海风 但喜欢待在海上几天 所以你老是安排 那样的疯狂吃 疯狂购物 纸醉金迷 对对 其实反而引起反感 让他们觉得不好玩 所以这也使得 这个西方的很多游轮的业者 现在开始改选议策 觉得不对 中国消费者长大了 事实上 我像每一个国家 都会有这样的阶段 事实上是这样 台湾过去 台湾前烟角木的时候 也是有过那种 比较是灰金如土的 比较在乎的是外表 比较在乎的是排场 但是接下来会慢慢慢慢 走一些比较内化的 比较沉稳成熟的 你就会发现 其实游轮只是旅游的面向 跟选择之一而已 未来路客在很多的面向 在很多的地方 可能都会渐渐呈现不同的样貌 我想是真的这样子 你看以游轮来说 看起来其实潜在市场还是大的 虽然今年看起来会衰退 为什么呢 因为2017年 他说中国的游轮 潜在消费者当中 只有0.5%有搭过游轮 OK 其他大部分都没有搭过 那这个数字相较之下 美国 这还有很庞大的潜力 对 还有很庞大的潜力 就在美国 潜在游轮的消费者当中 已经有4%是有搭过的 所以长期来年 当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只不过我觉得消费口味 是真的会改变的 我也觉得 我当然经济 中国确实有放缓 那他们现在的经济状况 包括就业状况 薪质状况 也是有出现一些停滞 但是重要的是 口味是真的会变 OK好 所以这是从中国游轮产业的市场 来看 有关于如果大家要 赚中国市场的钱的话 这个变化是蛮值得玩味的 好 非常谢谢 陈云松 谢谢